本月的贏家就由干妈来买单 真假?一位吗? 只有一位而已 真买吗? 真买 Winny特今天下载 没有 这早就已经过了 OK 你订阅了吗?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纵口一开房间 梦想达成这一天 很好耶 失智了 失智了 好消息耶 OK 来了 来了 今天要干嘛呢? 今天的话 其实昨天有请你们想一下 2020你们各自有什么目标 为了达成目标 你们最想要得到什么礼物 我们先从表姐开始 好 因为我个人觉得 我被叫封城腿 就是叫做佛林的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我经历的目标是 我希望我有新鲜玉腿 所以因为我 非你要的是 比如说小桥腿 我也以为你来叫我头牌笑一跳 我就是因为我运动 我是运动很频繁的女子啊 运动健康 对啊 所以我肌肉就很容易纠结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 就是今天常常看到那些教员 会拿那个就是很像打地机用的 运动按摩 对 那个路上那个柏路功能在打地机 那个真的很还不错 但那个蛮贵的耶 对 所以我就是没有要买的意思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梦想 梦想 OK 我的梦想很简单 因为就是大家最近看我现在 然后就说 哎 你手机一定拿得很好 那我拿iPhone 8 然后我最近iPhone 8的容量已经要满了 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有当机的倾向 所以很很难再拍很多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 不要哭你怎么眼眶红了 有点痒 哈哈哈哈 干验扯 没有就希望就是可以买一个iPhone 11 Pro 哇也是指名的非常 哎 为什么你的这么厚好有个贵 超豪华 你的也蛮贵的 没有 我那个才一万多 Pro是还蛮贵的 没关系我们再换祭司好的梦想 好 换我 因为我最近呢就是有开一个新的YouTube频道 很无聊是拍旅行生活的 很无聊是你很小 所以小一方就是说很无聊 但你想要什么 反正我想要就是想说 因为我之前拿相机觉得太不方便 旅行还一直拿得太不方便 想说如果有GoPro会更难啊 差 我都还没看 好像5只 好 我不要看5只 好 我不要看5只 我们等一下要补房 要拿起 还一直观想这样 一直观想5只 这样这样 所以马董是不是 股票赚钱吗 好像有 还已经变股票大赏 要想我们什么 那我要房子 今天轮不到马董 今天我们有 魔法 我们要夸公猪林卡奔起来 完成我们的梦想 所以他设计了三道关卡 本月的赢家就由干妈来买单 真假 一位吗 只有一位而已 真买吗 真买 毕竟今天下班 没有人太辛苦了 先让我 先让我 你很有钱 你行行行 你蜜人不是 唱片大卖 唱片大卖 都不是还没卖好不好 等一下 你GoPro我直接借你拍 我借你拍 你的按摩 我直接骑在摩斯底下 不要玩了 stay for me 到底这样呢 我们接近游戏关卡 我们第一关的话是表姐关 好 这个游戏大家都看过 就是Runningman的这个夹腿游戏 因为这一关是表姐关 所以他腿力特别厉害 两位的话 就是总共15秒 小赖只要15秒 那你成功吧 你介绍的腿撑开 表姐的拳头放进去 获胜iPhone 5分 一手很大吗 很小 很小 OK 来我们几早先嗆一下 别想在我面前把你撞开 很幽默啊 很幽默欸 小赖只要嗆一下 我的腿从来没有关过 好可以 好可以 好来喔 开始 等一下 拍咖喱 等一下 等一下 等10秒 天啊 5 3 2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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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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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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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等一下 等一下試試看喔 3 2 1 啊 哈哈哈哈 好痛喔 好快喔 太痛喔 一秒就死了 欸我還撐了一下 來吧 很難 好痛喔 你好Man喔 欸莫佑現在可以跟 你最慢的摸嗎 我剛剛摸掉手 你會打 哈哈哈哈 被硬壓人 哈哈哈哈 被硬壓人摸開 我都在等下了 哈哈哈哈 好第一關的結果的話是 計殺5分 表姐3分 1分 好第二 第二關卡是小賴關 因為小賴身為專業的歌手 所以專業歌手的話一定氣非常長 我們 等一下 你給我換一個翻牌 選定的歌曲是 下次我會把你刮 抓作弊 抓作弊 這根本不是我最刮 把緊這個字 看誰可以撐最久的 這句話很醜 如果還有下次我會怕你喘氣 等一下 好難喔 我氣本來就不吵 沒關係 因為歌手氣一定比 你歌手啊 你歌手啊 他聲樂家而已 我還沒辦法說 聲樂家 他學過聲樂啊 我沒有學音樂 我沒有學聲樂 他不是樹敵的嗎 對啊 他合唱團的 屁我沒有 誰還沒有抓 沒關係我們先來先打歌 先打這一段 來來來來 你先唱一下 來教他們一下這一段怎麼唱 你教一下 還有下次我會把你抓緊 好先跟大家講一下 抓緊最後一字的時候可以斷掉 還有下次我會把你抓緊 喔 再開一步 他們先 他們當然是 菜的很鮮 對不對 好我們這邊 不是舞蹈電腿什麼的嗎 電腿 沒有好平溫喔 對啊 一步期啊 但我唯一想到是想說歌手應該最火量比他們前 還是唱跳歌手 一步期 下次我跟妳講什麼要比這種東西 我就是扛東西 然後喊你就是那個電腿 然後我就想說羊毛巾 好 好 五 四 三 二 我會把你抓緊 很久欸 很久啊 超久的 超久的啊 跳得好像超好的 看去死瓦啊 什麼的文章 你 我是 2 3 4 4 心肺也太多了 對啊 2 3 2 3 直接給他高跑 OK 2 3 1 9 你把他按給我就好啦 沒辦法撐到10秒啦 好久喔 OK 2號選手 我會把你抓 金 太辣了 太辣了 好爛喔 我想說 不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他剛開始 他那個手機轉鏡頭 然後想說 哇 15秒 就想說 6秒 是 1秒崩潰 7 完了 到你了啦 等一下 你一翻完就有馬上給我翻到正面 對啊 我看我翻過來 你一按完就要到正面 好好好 抱歉 你剛剛說很快 不是 我想說15秒 一翻過來怎麼6秒 你要知道時間留是有多半 不會啊 怎麼會怎麼樣 你按完馬上翻到正面 知道了 那為什麼我剛到尾要重來嗎 那你差走了 他給你啊 給你走1 一翻過來怎麼才6秒 一翻過來怎麼才6秒 我還氣死了 等一下 太好等一下 太好笑了 我還可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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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歌手要唱歌了 最近是80幾萬 我記得YouTube 現在80幾萬 天哪 天哪 你說頂閱是不是 對 這首歌的點閱率 已經到80幾萬了 超過百萬的 先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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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神經瘋斷是不是 好 OK好 真的很想要來 很難的 好 5 6 7 8 我會把你抓緊 1 1 1 2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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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1 我罵他記 我還有下次我會把你裝 子 我還講話 在那裡是在那裡是 我笑了 你怎麼會沒 你怎麼會沒 我笑了 對不對 我笑了很多 我笑了 超多的 你要怎麼樣才能不笑 你要怎麼樣才能不笑 你怎麼會笑 我有笑 我現在笑了 你笑了還有三秒 算了啦 就輸了啦 我們就認輸 那我們恭喜我們這一次的贏家 就是祭司 好 用三八的這個公公平卡分析APP 來買單 對那個我已經事先已經申請好了 然後步驟蠻簡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就知道 那我們現在直接去 表姐你直接去momo直接下單 好 你東西叫什麼 是不是日本蜻蜓牌 Mono橡皮擦對不對 你要買這個 三塊而已 換三塊 四個吧 可以買20個 對 30也可以 需要打什麼 你要什麼 GoPro是不是 GoPro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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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5900 你要全配這個 好啊 因為這個只有機器沒有收拾 那全配 17900 哇賽 一三百塊一吧 那我媽升級了 快點來快點來 我自己貼錢 所以要買 沒有沒有板子 直接買 直接買 按直接購買對不對 對按直接購買 然後你直接購買的地方的時候呢 直接按結帳 結帳的時候呢 就可以選 乾媽的中竹林卡分期 OK 選這個 五卡分期付款 然後你要選幾期 分三期好了 好三期 我們就分三期 一個月就要六千多塊 然後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 按確 然後呢 這邊呢 按確認結帳就可以了 沒錯 沒GoPro到底加了 對 太棒 認真拍影片 我會認真使用 是你頻道破100訂閱 對 別點好了 因為這個功能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像我本身呢 像是那種名次 或是很多freelancer 是 申請卡片是有一點困難的 你也有這個問題 我也有啊 對 因為其實像soho族 或是freelancer 或是網紅 因為通常去辦卡 你需要 他們會說你做什麼工作 對 然後我們想說 國務業 那你每個月的薪水是多少 不固定 不固定要說 那我們這個可能 不太能辦 對 我也是 很多收入證明 對 因為之前很多 因為這個太難辦 一致於我就想說 懶得辦卡好了 我就會撐上 譬如說自己買個電腦 大概六七萬 我就直接放在那個袋 是因為沒有卡 很麻煩 對啊 然後我就帶六七萬 然後又很害怕被搶 這樣子 一定會啊 但現在就是有五卡分歧 就更方便 不是直接可以上申請 對 然後像我之前也是 就是辦信用卡 辦超久 欸 你們信用卡到底是平常多久 我大概一個禮拜就下來 大概一兩個月都還不下來 那像我們的觀眾啊 很多是學生族群 或是金融小白 如果你想要投資你自己呢 然後你也省慎屏幕後 你買這個東西是你想要的 必要的花費 譬如說上班族想要買做報告的電腦 或是學生必製用的設備器材 那你就 可以分歧這蠻好的 對 用五卡分歧的方式 而且你可以更加運用 彈性運用你的手頭的資金 就不用錢全部砸過去 然後吃土一輩子 對 還沒還沒 一個月 還買就了 而且乾媽這個零卡分歧 他利率透明的 他不會另外收你的手續費 就真的是算蠻棒的 算清流 然後就是而且他有一個額度制 就是你可以自己控制你的花費 然後你每期就是花完錢了以後 你要付完款他才會恢復 如果你沒付款的話他會把你鎖住 所以就不會變成什麼現金 不會變卡名這種 不會遇見太多錢 不會你知道你花太多還不出來 他因為他也沒有最低音角這個選項 所以他也不會有循環利息 不會造成很多人就是一直還利息 但還不到本金這個狀況 這個做的蠻貼心耶 這個就蠻貼心耶 對因為這APP真的蠻貼心 因為結合其他最流行的那個 Fintech的方式 哎唷你也知道 哪Fintech 哪Fintech Fi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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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下面有這個Fintech就是很落伍這樣子 請問一下 Fintech這個指什麼意思 OK 沒有啦 就是這個技術 因為像你申辦這個東西 你只要上他們的APP跟官網 就可以申請了 因為這樣避免 你說你要去零貴辦資料 就有人頭戶的狀況 對會被詐騙這種 其實會有點可惜 而且除了你可以在APP裡面查看你的申請額度 還有你的分期的金額之外呢 其實這個平台它很常跟一些常見的電商合作 沒錯 比如像MOMO購物 東森購物 還有一些實體店家也有 跟特立屋 很方便 對 就比較不會被詐騙 因為很多網路詐騙這種案件 就比較容易發生在小的 小店 真的真的 2020 有沒有目標 趕快動起來喔 不要像這樣 不想跟你講話 我腿就已經出一輩子了 BYE